好多钢筋 这下面是高铁的路基 浇坠了混泥土的 还要浇坠 好装的 看样子暂停驾凉了 这是鱼空高铁 罗马坦段 质量场 就是在这里的 在前面 这边是卢州方向 看来卢州方向也较不了梁 挡着了 都断了道的 去质量场那边看一下 天开始放晴了 似乎在写钢筋下来 看来修建高铁很繁琐 这个过程 工作量特别大 这条路是运量通道 运量通道的这个位置 转弯加上坡 前面就是质量场 前面就是质量场 这个通道可能有八九米宽 看到赨量场 提量机 红色的那个大手背 它就是提量机 赨量场内 有好多香粮啊 这些都是成品粮 交注香粮的模具里面 也有香粮正在养护 两台运量车在里面 它分为前车 后车 一般的运量车 就是一台 但是这种 它是分开的 两台车合起来 运一瓶粮 它运量的时候 看起来还是很壮观的 现在它们停在质量场里面 32.6米长的成品香粮 好多都是32.6米的 也有24米的香粮 不过数量要少一些 远处的提量机开出来了 提量机的轮子 换向了 它正在开过来 估计这里还要热闹一两年 提量机又开始换向 这台提量机的橙色挺新 它轮胎的转动 是有先后顺序的 要保持提量机的稳定 还差一点 赚到位了 看一下这两台运量车 它的轮子非常多 一台车是40个轮子的 有共80个轮子 它运量的速度是最快的 一体式的那种运量车 要比这种要慢一些 主要是它小巧 灵活 所以它的速度要快一些 电了方木的 好了 就走到这里吧 返回来 这个蓝色的箱子 是它的发动机 位置比较低 车轮 它是充气轮胎 有气嘴 可以看到 气嘴 质量厂的工作非常多 除了要制作香料 还有无沙道板 防护缆 这些也在质量厂完成的 没有见到驾桥机 驾桥机还停在重庆方向的 应该在驾量地点 高铁下面的寒洞 不是很厚 里面的宽度不达三笔吧 两米五到三笔之间 做好的富泊 密密麻麻的排水管 这两道槽里面 放电缆 信号线啊这些 渔坑高铁的建设非常快 每一次过来都有新的变化 工作量确实很多 修建一条高铁不容易 好了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一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